以来潮溪在昨天晚上发生了一死三伤的追撞车祸 一名男子开车高速连续闯红灯 还撞到了三辆停等红灯的机车 撞击力道之大 导致其中一名骑士连人带车摔飞倒地 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 肇事驾驶虽然没有酒驾 说自己只吃高血压药 共称当下没有看到人 但是现场有诸多的疑点 有待警方进一步查明真相 红灯路口一辆黑车4号没有减速 直闯机慢车道 速度之快 一旁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和乘客衰落一地 脚步骨折擦挫伤 其实撞击前肇事的理性驾驶 车上还载着两名友人 即使友人劝男子说开慢点 他却没有回话 头也不回地继续飙速闯红灯 直到一公里后 撞上前方两辆停等红灯的机车 强大的撞击力道 一辆机车车尾遭撞随即闪过 但另一名无性驾驶则没有那么幸运 连任带车喷飞到四五十公尺外的地面伤重不治 回到事发现场 黑车车头严重毁损 挡风玻璃大面积碎裂 无性死者所骑乘的红色机车 被撞凹成U字形 警方调查发现 6号晚上7点多 46岁的无性死者 去宜兰市区拿完药 在礁溪路二段等红灯时 不幸碰上意外 让家属难以接受 车速真的很快 我们看那个影片 我们完全没有刹车啊 人家停在那边好好的 你就这样子把他撞死了 你昨天车祸的时候 发生什么状况你知道吗 当下不知道 当下不知道 因为他们很暴震 有什么药吗 早餐有30万元 肇事驾驶面对追问 自称不知道自己有撞到人 但他在一公里的距离 连闯红灯 波及三辆机车 酿成一死三伤 虽然警方初步排除酒驾 但诸多疑点警方将依过失 致死等罪嫌移送侦办 并进一步对他验尿 追查他是否有独家情事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